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经文 12月4号爆料中共重庆官员淫乱视频的人民监督网调查记者朱瑞峰透露 向他提供重庆官员淫乱视频的一位公安内部县人遭到了重庆警方的追捕 另一位县人则失去联系 下落不明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据朱瑞峰透露 提供短片的一名公安内部人员自上个月28号起已经被重庆公安局追捕 他和这名县人也失去了联络 但他估计这名县人目前还没有被抓获 他说目前警方已派出八九名警察将县人家属控制在家中进行威胁恐吓 朱瑞峰表示 还有另外一位提供视频的县人也杳无音信 很多天联系不上 他说这名县人可能是逃跑了 也可能是失踪了 12月4号 大陆一架歼7型战机在广东省汕头市区坠毁 飞行员跳伞逃生 事件造成四名平民受伤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肇事的歼7战斗机在汕头市区坠机 并击中了民居 被击中的民居屋顶及围墙倒塌 现场冒起了浓烟 引发大祸 汕头市政府应急办在官方微博中只字不提坠机事件 只公布汕头市某路段发生火灾 有四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报道说目前现场已被封锁 所有行人及车辆都不能进入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军事评论员黄东的话说 战机在市区坠毁事件较为少见 因为全世界的空军飞行员都有保卫民间的自发举动 当飞机出事 他们会尽可能远离民居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都要把飞机驶离市区才破降或跳伞 大陆网友也谴责中共战机在闹市区坠毁 是罔顾平民百姓的安全 据大陆媒体报道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法院审判河南解放人员案件中 被起诉的十名解放人员并非中共的官员 而是受雇的农民 其中三人还是未成年人 消息引起了大陆网友的强烈反弹 纷纷谴责司法 只追究被雇佣的打手 不追究母后的知识 老百姓永远是政府的替罪羊 有网友指出 到底是谁干的 是明摆着的事实 基层政府说是上级逼的 上级也说是上级逼的 层层追究上去 到底该谁负责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今晚